夏天又到了 三田水果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南投盛产荔枝、凤梨、火龙果 为了打响水果王国的名号 县府邀集产区农会举办 火力旺、火龙果、荔枝、凤梨创新行销计划 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巡回台北、台中及南投促销 让大家对于南投夏季水果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另外,集集农会也研发了火龙果面膜 手工皂以及沐浴乳等产品 等着大家一同来体验 在农友的心情耕作下 南投县水果远近驰名 夏季盛产的凤梨、品种更是多元 也是消暑水果的最佳选择 后期织绣红龙果在品种以及产量上 更是不遑多让 南投县红龙果的种植面积 就达到200多公顷 为了协助农民行销 县府结合农会 办理活力旺创新行销活动 希望将南投优质的荔枝 凤梨、红龙果 推广到台湾其他县市 今年凤梨跟红龙果的产量 MG相当的多 产量也相当的大 所以今年要出水果 就来出红龙果 还有凤梨 因为今年的荔枝 当时在开发的时候 有这个季节性的寒流来 所以开发结果就减少了很多 目前大概荔枝的产量 大概只有剩下三成左右 所以荔枝产量就比较少 那么红龙果 还有关凤梨 就产量非常的多 尤其今年 因为以水调配的很好 所以这种水果的品质 都相当的优质 都相当的好吃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购买 面膜 手工皂 洗发露 集集镇农会除了行销红龙果 也与生技公司合作 推出了红龙果 萃取一家工品 希望让大家体验 红龙果不一样的风貌 那么今天 我们最主要推出的 就是红龙果 那么红龙果 因为它有 好多的燃养成分存在 目前就是利用红龙果 它的脆液 它的脆液来研发 就是面膜 还有沐浴乳 还有洗发乳 还有香皂 因为红龙果里面 含有泡尿酸 还有传明酸 这两种酸的一个物质 可以给我们皮肤 带来湿润美白的作用 所以我们农会 跟这个科技公司相结合 研发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今天手画表的 有面膜 洗发精 沐浴乳 还有手工香皂 这个可以说是以后 对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附加 可以说是一个带动 我们这个农民 很好的效果 清爽不粘腻 适用产品的卢小姐 相当满意使用后的感觉 连县长黎明珍也大力促销 敷起来很保湿 然后也不会很粘力 然后就感觉很舒服 敷起来一般的面膜 敷起来就是我会觉得黏黏的 然后湿起来也没有那么 美白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这个敷了几分钟之后 湿起来真的是很白很透彻 这样子 那么我贴了这个面膜之后 感觉到皮肤非常的润滑 同时也有一点美白 所以一次贴一次 就有稍微美白的作用 那么你每天来贴的话 那么我相信你的皮肤 一定会很漂亮的 今年虽然荔枝因寒害与大雨 导致产量不佳 但南投红龙果以及凤梨 却因为雨水调节得宜而丰收 县府将从7月7日开始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展示行销活动 将巡回台北建国花市 台中绿园道以及南投产区 让大家了解南投水果的多元 也提供优质农产以及加工品 让消费者品尝体验 增加农民的收益